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千佑 企业内部改善的方向很多 今天我们从物质流成本来探导 有系统减少使用的物料能源 进而降低成本与减少对环境的威胁 在现今知识爆炸、资讯团地无国界的背景下 壁九村的市场竞争售价不再是唯一的优势 若企业无法及时的掌握本身的竞争优势 并且事实的反映在成本结构当中 将会逐渐稀释原本的利润 并且在太弱强流的大环境下持续优势 因此企业经营必须要以获利为首要目的 才能生存、持续成长 之后才有机会顾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大环境竞争激烈的唯利时代 如何节流似乎比如何开源更显得重要 所以企业要能永续生存、成长 应该要思考以最精简的人员、资金、物料以及设备 换句话说也就是以最少的资源投入 来取得最大的产出利益 而物质流成本会计正好是可以有系统的协助企业 减少使用物料能源 从而降低成本和减少对环境的威胁 同时又可以让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肩负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 物质流成本简称MFCA 已在日本推动近十年 认为公司应该试着最终所有原物料以及能源等等的投入与产出 以确保没有重要的能源水或其他原料漏掉计算 这种计算企业中所有的能源水、原料以及废弃物的投入产出 会计称为material balance 物质平衡 也就是投入产出平衡 该理论假设所有的投入 全部都会转换为产出 无论产出为产品或者废弃物 会达到一种平衡 这与传统的会计并没有把废弃物的成本算出 它们仅被粗略地归入产品的成本中 所以没有人看到其损失的观念截然不同 因此MFCA在日本企业普及的原因 除了该国的经济产业省企业不舍推动之外 最重要原因是减费的结果可以提升企业获利 而且有益于环境的保护 日本第一家推动此一手法的日东电工公司就表示 2000年他们开始推动时 废弃物占该公司产品总成本的32% 但是到了2012年已经降低到剩7% 这中间所降低的成本不计其数 所以他们宣称推动MFCA就是在垃圾桶中减黄金 当任何一项活动无法对产品产生直接的效益时便是浪费 就制造业而言 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归纳为下列7项 第一项 库存的浪费 第二 制造过程的浪费 第三 等待的浪费 第四 搬运的浪费 第五 不良品的浪费 第六 动作的浪费 第七 加工的浪费 让企业运用物质流成本的观念减少上述 所提的七大浪费观念再精进 从研拟生产策略方针这个源头做起 将过去下脚料或废品生的产生是为理所当然的迷失 透过MFCA的应用去计算它所衍生的人力材料人员等成本 然后彻底的去调查研究 产生下脚料的原因 并且想办法改善下脚料的产出 如此靠着各项改善活动 如产品的开发 工厂布置 设施规划 生产方式规划 作业研究 流程改善与动作分析等 从最源头开始就左手思考 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来从事各项企业经营以及生产的活动 逐步逐渐的脚踏实地来调整并强化企业体质 当企业的成本被有效控制而下降后 企业的竞争力自然而然的也就形成了 而在此也需提醒大家 坊间讨论金石生产 金石服务 丰田生产 改善手法等工具书 虽然不升美举 但在会议上讨论再多再好的想法 如果未能转化成具体的改善行动 那么想法再好也是枉然的 况且决定一个专案成败的人 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因此如何在改善过程中加入员工的意见 使他们的创造力充分被发挥 让员工在改善的过程当中 参与作业改善的机会 唯有透过PDCA不断的改善活动 改变人的观念以及做法 彻底消除因人而产生的浪费 才能落实在垃圾桶里减黄金的精神 达到企业永续经营 共同来疼惜地球的目的 我是谦佑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物质流成本 简称MFCA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经营管理新讯 欢迎去MKC管理知识中心网页浏览 谢谢